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直接打上去的话呢 我们会是一个所见即所得 也就是说我们看到它是什么样子的 那么拍出来它就是这样子 如果是说我们用闪光灯的话呢 有可能因为它的一个对比度比较强 所以说我们可能看到的是这样的分拍出来 不一定是这样 而且我们弄的闪光灯的时候 有可能一闪的时候 就是说倒影或者是两边的东西比较多 所以我们是用常亮灯比较好一点 比较好控制我们的一个产品 因为我们的一个本身 它的一个金属反光的东西就很难 很难去控制它 所以说我们就用常亮灯来拍摄 当然了 我们常亮灯的话呢 有优点也有缺点 那么优点的话呢 它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所见即所得 那么它的缺点也就是说 它的一个光线 没有我们闪光灯那么强 这时候我们的光圈不能开这么小 所以说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利用 像一个感光度 还有快门 三脚架配合 这样来拍摄 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所需要到哪一些灯光 加上我们的附件 首先是两个太阳灯 我们往旁边挪 两个神牛的150瓦的太阳灯 然后呢 这两块油光纸 油光纸如果是拍金属的话 像这种要求比较高的话 我建议大家买一些进口的油光纸 因为那个质量更好一点 毕竟的话呢 如果是说波坦或者是说便宜的油光纸的话呢 它旁边会有那种 它的那个质量不是很好 像我这个质量不是很好 所以说它会倒影在我们的一个金属上面的时候 感觉就非常脏 好 我们把这一块掀开 来我们看一下里面的 乱七八糟 但是的话呢 我们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就一个桌子 是用来垫高的 然后呢 随便垫一下 就是说用来做一个 一个衬托 这个我们的一个反光板而已 当然了你要下面也无所谓 不要也可以 你只要把反光板 它会用来补下面的光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保护罩 我们灯光的保护罩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就是用来把我们的一个项链 我们吊坠 然后呢 就放上去 用来撑 这个口 也就是我们项链的这个口大一点而已 这个如果是说你有更好的办法也可以啊 我们这里就丢替取材 有什么就用什么啊 然后呢 这是 这个是画板 画板就灯 那是黑色背景 算了 因为它呢 我这里不需要很大块的 背景布和背景纸啊 我们就是需要 一块黑的 背景就可以了 简单一点 因为我们的一个口号就是 用简单的器材 拍出我们的一个 专业的效果啊 然后我们这一块 也就是一个顶灯架 也就两个顶灯架 加上两块油光纸 加上两个灯光 就OK了啊 其实很简单啊 但是重点还是一个 曝光 我们这两块油光纸啊 的作用 它就是用来 挡住我们啊 两边 反出来的光线啊 比如说我们吊坠 两边反 我们环境的一个黑色的时候 我们别的餐 或者别的东西啊 别的场景啊 那么 另一个作用 它就是油画 我们灯光 我们打出来的光线 这样的话呢 如果是说我们 太阳灯直接打上去的话呢 它的光线是非常的硬 所以说啊 这时候我们就需要油光纸 油画它的光线 那么这时候在金属 它的一个过度的同时啊 它会有一个亮 高光跟灰度和阴影 之间的一个过度啊 非常好看啊 那么我们 为了方便啊 当然了 那你想要其他的一个布也可以啊 其他的啊 呃 一个方法也可以啊 这个就是我一个个人的方法 我这样的话呢 就方便简单啊 啊 我用一个顶灯架 我就可以加两个啊 油光纸这样掉下来 这样的话呢 方便啊 要快速 而且它的一个效果也非常好 OK 这次开始我们的一个曝光 那么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啊 我们在全程拍摄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戴上手套 为了避免啊 我们在拿产品的时候 上面沾用我们的一个 为了避免我们的手纹 沾上去啊 所以说我们就要戴上手套啊 好 那么我们打灯啊 首先我们打开一个灯 好 我们这个灯是太阳灯 所以说它 它是慢慢的亮起来的 好 我们再可以观看它的一个 亮的一个角度啊 首先我们 等会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位置 首先我们把灯给打开了 先点亮我们的灯光啊 好 这边呢也是一样的 我们先把灯给打开 因为它 达到最亮的时候 它需要一分多钟的时间啊 我们再慢慢的等待 OK 我们可以看到啊 我们两边的灯光啊 已经亮起来了 我们这个灯比较高 我们可以从场景看得到 我们的一个灯光的位置啊 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站在我们相机的一个位置 先看一下我们的产品 它的光线有没有到位啊 我们可以看到啊 两个灯我们还需要调整它的一个方向 我们可以啊 通过了解灯光 来观看我们的一个阴影 还有一个光线 是不是我们想要的效果 两边也是一样啊 好 OK 我们这个灯可以了 那我们到这边这个灯 也是一样的道理啊 看看是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个高度 等等啊 OK 然后呢 我们会站在我们相机的角度 再看一下啊 我们因为我们下面还是比较暗的 那么下面暗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在下面垫一块反光板啊 我们用白色的反光板就可以了 我们在下面 如果是说你有银色的反光板 那最好了 因为我这里没有 我就用白色的代替就可以了啊 因为银色的话呢 它出来的那个反光的颜色啊 更正一点 因为它本身就是银色的 金属的一个反光面 好 我们通过在我们相机的位置看啊 我们已经是我们想要的一个光线了 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一个相机的调试 好 今天我们用的是D90 那么我们的一个镜头是17-50的 它也是带一个微距功能的 它可以靠很近啊 那么我们的一个相机的一个设置 我们把摄温设为自动 然后呢我们的一个快门 50 光圈的话呢我们先5.6 我们感光度先100 看一下啊 拍的时候一定要稳 最好是带一个三脚架啊 曝光过度了 我们把光圈调到F9 还是曝光过度了 我们调到F11 因为两个灯它靠得非常近 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用比较小的光圈 OK OK OK可以 非常好啊 它一个光的光影的一个过度 好 我们的这边的灯光啊 是照到刚刚好在一个点上 然后呢我们再上后面的一个反光 上来啊 它的一个光线非常漂亮啊 我们都可以啊 转动我们的一个角度 去看我们的一个产品 哪个角度是你最想要的啊 就可以了啊 其实我们不好光之后啊 我们后面的一个拍摄 就非常简单了啊 重点还是在我们的曝光 那么如果是说啊 你曝光的时候 没有达到你想要的效果的时候 你可以不断的调节你的灯光 直到你所要的效果为止就可以了啊 那么我们因为我们的是一个视频 那么它这些不管你做工做的再好 拍到拍出来再放大 它肯定有很多瑕疵 必须需要后期来修片 那么下面我们就开始介绍 如果去修我们这种珠宝的一个图片的方法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